人类站在生物链的顶端是没有天敌的,因此自然不需要去考虑被别的侵略者所虐杀的问题。 然而在自然界中,有很多动物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自己明天是否还活着。 自然界一向是弱肉强食的,弱者不可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。 其实,这样的自然法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维系着自然界的和平发展。 自然界的动物们每天都在躲避天敌,依此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。 然而,世界上却有这样一种特别憋屈的动物,它躲过无数的天敌,但是最终却很有可能被自己杀死。 这种动物就是盘羊。 盘羊的体型是非常庞大的,雄性可高达1.2米,体重可达200千克,通体最受人瞩目的就要数它头上的那一顶大弯角了,似乎比水牛的还要坚硬粗壮些。 盘羊大多群居在丘陵地区和高山地区,因此经常要翻山越岭,所以盘羊的腿又细又长,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跑得也非常快,能够更轻巧地躲避天敌。 雄性盘羊是非常凶猛的,特别是在交配之前,雄性盘羊都会进行一场剧烈的争斗。 为了争取交配权,两头雄性盘羊会用鸡脚相撞,鸡脚相撞的那一刻便会发出剧烈的撞击声,响彻云霄。 最终只有胜利的一方才会有机会和雌性交配。 盘羊是非常聪明的,他们是群居动物,一旦出现了天敌,大家会齐心协力地用鸡脚把对方赶跑,因此盘羊被天敌捕获的概率很少。 然而最可悲的是,盘羊的那一对鸡脚虽然可以遇敌,但也可以害己。 随着盘羊年龄的增长,它的鸡脚也会越长越长,到最后会把自己戳死。 这样的死法实在是太憋屈了,让人心疼。 小伙伴们,还有没有见过哪种动物与盘羊的遭遇一样的呢?